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寒冷的冬天过后又到春暖花开 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位于云南的罗平油菜花田 罗平位于云南、贵州、 广西藏族自治区三届交界住的小城 每年2月下旬至3月初 数十万某油菜花田在当地盛开 万山遍野一片金黄色 被誉为中国最大及最壮丽的 油菜花官赏地 就年早前在香港热播的古装剧《轻余年》 亦去过这个地方拍摄唯美画面 牛街螺丝田在罗平油菜花田中 最标志性的景点之一 由高空虎陷 油菜花田呈现螺旋形状 一层又一层的油菜花 开得璀璨严厉 非常漂亮 还有拥有卡斯特地貌奇观的金鸡峰 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 除了铁花海 罗平的九龙瀑布 亦都是当地大受欢迎的景点 最大的一级瀑布 叫做神龙布 瀑布高七十多米 闊大约一百二十米 散散漏水为围壮观 部分游客喜欢穿着当地少数民族 布衣族的服饰 在瀑布裙前拍照打卡 记录下美好时刻 心动不如行动 大家如果想到内地上花的话 不妨去罗平玩玩吧